你跟酒吧的那个Tony串通好的 往周延的酒底下药 这让他以为 跟你酒后发生了关系 其实你早就怀孕了 你怀孕了三个月 不是一个月 那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延的 我们特意让医生 看了这份检查报告 明确确认 这就是怀孕十二周的报告 而且Tony已经亲口承认了 就是你花钱 让他帮的这个忙 我已经拍照取证了 明天我就交给警察 你再想说的话 不用跟我说 去找警察 周延 你听我说 我求求你 求求你原谅我 我是怀了爷之秋的孩子 但是他不要我了 不过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真的都不要了 我也不会在这儿 你求你不要送我去河岸去哪儿吧 三 二 三 来 走 每个月 走 走 三 二 一 来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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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吧 每个人都走 3 2 1 Let's go 美女 看看喝点是吗 一杯Cosmo Pond 记得加清柠檬 好的 Tony在吗 您稍等 来 来 什么酒啊 度日太高我可不会喝完 还死一筐呀 你从哪儿弄得这身行动啊 上次派我要胜了 你别说穿你身份被儿漂亮 我跟你说 我可没有做过这份差事 要是演砸了我可不负责 怎么能叫演啊 你这简直就是天生理智 你不知道吗 从我这儿找一看啊 这大肠腿这肤色这气质 你往这儿一站 你旁边这些阴阴阴阴 往哪儿放 全场的灯光 都暗然失色 我跟你说你天生 就是为一点而生的 你不知道 哎 彭于 你怎么说话呢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 哎呀跟你开玩笑了 人来了人来了啊 人来了 请您摸摸 听我同事说 您好像在找我 没错 想请你帮个忙 只要能帮到您 尽管吩咐 我想要弄醉一个人 这个好办啊 男生还是女生啊 男生的话你都惯他几杯 女生的话 就点一些甜度高的酒 喝着喝着就醉了 要这么简单的话 找你个妈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在那儿装糊涂的 你直接问他 有没有那种 喝一口就醉的酒 这个就得看 个人酒量了 有的人吧 你想 他喝一点啤酒也会晕 有的人呢 喝两瓶白酒也不会醉 要是不知道 这个人酒量怎么样 这个忙我帮不了您啊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就别为难我了 姑奶奶这个时候 你还不全押上去 你别废话 我的好朋友菲菲呢 跟我说过你有这个本事 看来也是图有虚名了 还想着说给你拿一份大的 既然你自己不要 那也就愿不愿我了 行了 帮我买单 剩下的就当作是小鱼 喂 之前不是这么安排的 你赶紧回去啊 你别走了 赶紧回去 三 二 谢谢 袁宇 你刚才怎么不安剧本走 万一出错了怎么办 我有改编权 不行吗 行 你厉害 那个 把衣服脱了 干吗 脱了 干吗呀 我穿着这样我怎么见人啊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 这事总算搞清楚了 你说这个菲菲啊 真让别人给周妍酒里瞎药 真能做得出来呀 这样一来就证明 菲菲一定在说谎 按照酒吧那个汤妮说的 吃了这种药的人 就会一直想睡觉 根本就不会爬起来干那种事 所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菲菲发给周妍的B超报告 一定是假的 没错 那怎么证明这报告就是假的呀 那报告在你手上吗 我刚周妍要了一份 走 咱俩现在去医院 找专业人是问问 看看能发现什么问题吗 你真棒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连医生都觉得这报告有问题 上面写的是怀孕六周 可这图片上明明写的是十二周 这又说明菲菲她早就怀孕 这哈姨压根就不是周妍了 就是啊 大鱼 我说你 怎么穿这样 那个 你管人家穿什么样的 你你你过来干嘛呀 我这两天不是吃东西闹肚子吗 我过来看看急诊 那不跟你们说了 我上次了 赶紧去吧 你别哭了 我啊 哎 靠肥副 啊 上次 过来 你快说 你过来 你去到这儿说吧 我憋不住 快点 今天这招是你帮她想的吗 嗨 别害了 什么主意我不知道 我今儿一天都没见她 我憋不住了我走了 余彭月 你又骗我 我这不是怕耽误正事吗 不是故意的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小去吗 余彭月 我可以原谅你一次 但我不能允许你一而再再而三那 挑战我的底线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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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哎 你看你这穿着我衣服还在这儿 这这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 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谁啊 谁啊 开门 陈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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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戏你还要演多久 演够了吗 我不等会儿你再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 你说的这些都是假的 你根本就是在骗周妍 你跟酒派的那个通尼串通好的 往周妍的酒底下药 让她以为跟你酒后发生了关系 其实你早就怀孕了 你怀孕了三个月 不是一个月 那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妍的 小语 大语 你们说是真的 周妍是说的不是真的 这当然是真的 我们特意让医生 看了这份检查报告 明确确认 这就是怀孕十二周的报告 而且涛妮已经亲口承认了 就是你花钱让她帮的这个忙 我已经拍照取证了 明天我就交给警察 你再想说的话不用跟我说 去找警察去 周妍你听我说 我求求你 求求你原谅我 不要把我送去公安区好不好 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是怀了叶之秋的孩子 但是他不要我了 我没有积蓄 我没有工作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你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亲人 我不想连你也失去 才做这样的杀势的案件 我只想跟你谈谈实实过日子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真的都不要了 我也不会在这儿呢 你求你不要送我去公安区好不好 你 你就心情好 饶了我行不行 我知道周妍她都听你的 你不要把我送去公安区 你大人不去小人公 你就饶了我 我最近高佩服的事情都能原谅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若云 你帮帮我吧 咱们都是女人 你能理解我当初被抛弃的时候 我有多恐惧有多害怕吗 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我承认我错了 但我只想过一个真诚的生活 также说来명 flour 我们继续症以后 不就是来量回一点 我始不 大明白 准备了 准备分享 哪只能与伴 Astron wing 是对得很大 我愛你 女朋友 叨茜 紫山 是我 周严 别敲了 我们已经睡了 对不起啊 那我们明天再来 我 我 晚安 喂 真相已经大白了 干嘛还不理人家 若宇 那天你突然提醒我 让我小心周延 是不是你早就知道 太阔菲菲的事情了 子珊 今天事情除了我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 子珊 你千万别多想 我们就想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告诉你 你放心吧 我没有失你们的气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周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 他爸告诉你之后 你误会他 生他的气 可是这样我只会更误会他 更生他的气 之前你跟我说男人不可信 我还不以为然 现在想想 还真是这样 这么长的时间 他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 甚至连一句我喜欢你 都没有说过 我有时候在想 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 除了这件事 他第一反应 不是信任我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选择和我一起面对 而是选择逃避我 欺骗我 把我蒙在鼓里 那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他又还会骗我 你觉得我们 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既然还没有想好 那就冷静一下 冷眼看看 你喜欢的这个男人 到底还有没有他要跟救